极端气候对于人类的影响越发剧烈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走向静灵的关键一里路需要各界通力 由中央带头 吸手产业与学界 共同在2050静灵路径上稳步前行 内政部建筑研究所 成功大学绿色魔法学校 由官学合作 一探静灵建筑 研发新思维 将建筑知识与学理应用在实际场域 打造国际绿建筑标杆 大家一般以为 研板主要是在工业部里 或者在焦灯部里 其实建筑部里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静灵建筑绝对不是高科技 那它也不会耗掉你更多的费用 那纯粹是看设计者怎么用心去处理它 全球目前已经有超过150个国家 宣誓要在2050年达成 碳中国或静灵排放的目标 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签峰会 各国承诺在2030年 要达成能源效率倍增 以及再生能源增加为目前三倍的目标 我们内政部也已经完成了2050静灵建筑入境土的规划 设定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希望在2030年 要达成工有新建建筑物能效一几或静灵碳建筑 那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希望在2040年 50%以上的建筑物要更新为建筑能效一几或静灵碳建筑 最终的目标我们希望在2050年 新建建筑物以及超过85%以上的建筑物 都要达成静灵碳建筑的目标 那静灵建筑的路径 我们也一共设定了四个主要的推动主軸 第一个提高新建建筑物的能源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是希望改善既有建筑物的能源的效率 第三个提升家电还有设备的能源效率 最后未来要加强建筑节能减碳 新技术跟新工法的研究推广跟应用 台湾推动静灵建筑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台湾早在1999年就已经开始推动 学能减碳的绿建筑标章的制度 到今年11月我们台湾已经有12363件绿建筑 那已经成为全世界绿建筑密度最高的国家 这个推动成果是非常的丰富 在绿建筑的基础上面推动静灵建筑的发展 可以快速展现静灵建筑推动的成果 举例来说台湾的绿色魔法学校 也就是国立成功大学的 顺利前绿建筑研究大楼 是我们台湾第一座取得静灵碳标示的建筑物 同时也已经被评选为联合国全球7栋 灵碳建筑其中的一栋 我想这是我们台湾在推动静灵建筑上面的 非常重要而且具体的成果 绿色魔法学校它设计的出众 希望说有一栋建筑物它不只是节能自然 而且希望对环境的这个冲击是越小越好 台湾其实是一个比较高温 而且湿度比较高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降温的话 有这个流畅的风对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技术是在这个崇华厅的地底下 我们会有一个隐藏的通风的蓝道 那风出去的地方我们有设置了通风塔 太阳日色强烈下帮它加热 让这个热空气会往上升 产生了压力差 凉的空气就从户外进来 那全年都没有空调 但你进来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炎热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采光 绿色魔法学校的大厅也完全没有人工的照明 它在天顶上旁边有一个侧向的这个天窗 会反射到我们的天花板 我们天花板上面是有纹路的 它会有一种扩散均匀 而且自然的光线 当我们的自然光进来的时候 热气也会进到室内 所以我们用的方式就是在窗户上给它装一顶帽子 就像一个遮阳板一样 而且在不一样的坐箱 遮阳板的深度、角度都有做一些调整 让进到室内的光线它是有亮度 但是没有热量 所以我们可以减少空调使用 我们也可以减少照明的使用 这个都是从自然界获得资源 来减少人工用电的方式 兴建到现在 每个小时都在做电量、监测 台湾的这个办公室 每年每平方米的耗电度数 大概是100到120 但是这一栋建筑物 大概只有不到40度的这个量 几乎只有一般建筑物的三分之一 已经运转了大概将近十年 这也是为什么IPCC会把它选成 全球七栋低碳或者是净零碳建筑 在台湾的唯一一栋 它不是实验性或者是短期的 也许有些人觉得 我做绿色建筑或者是我做低碳 做净零是不是会牺牲到 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其实透过良好的规划设计 其实我们可以在 不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之下 来达到节能还有净零的效果 我们内政部建筑研究者 希望能够透过中央跟地方共同 携手合作来推动净零建筑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跟全国22个县市政府 共同办理了24厂次的工作坊 跟32厂次的推广说明会 一共有超过3200多个人士来参与 这也充分地显示了我们中央跟地方 共同来推动净零建筑发展的这个决心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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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